说是高血压,可一些高血压患者的低压却比正常值还低,这种情况老年高血压中特别常见 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压收缩压高,低压舒张压低,所谓单纯收缩其高血压 有时候,低压可以低到40-50mmHg甚至更低,远远低于低压舒张压的正常下限60公里Hg 为什么老年高血压多见低压低? 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因为动脉硬化了 血压是怎么来的?血压是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 心脏收缩时,血流从心脏进入主动脉到全身,这个时候,血管受到压力是会扩张的缓冲一部分压力,这时候的血压就是收缩压高压 心脏舒张时,扩张的血管要缩回来,这种弹性回缩的压力就形成了舒张压低压 弹性差,扩张不易,收缩压升高,扩不开,也回缩不了,舒张压降低,如果动脉硬化了,血管的弹性就差了 对于老年人来说,动脉硬化是随增磷而加重的,这实际上也是衰老过程中的一个表现 所以,一般的规律,从60岁往后,舒张压就会逐渐降低 患有高血压的人,动脉硬化更为严重,舒张压的降低也就更为明显 所以老年人的高血压,就往往表现为高压高,低压低这种单纯收缩其高血压的类型血压高收缩压高,低舒张压低是怎么回事? 据号 血压的高压收缩压和低压舒张压的差值叫做脉压 动脉硬化严重时,高压更高,低压更低,脉压就会增大 所以,高压高,低压低,脉压大,都是动脉硬化严重的表现,并且严重程度是汗不良愈后比如把器官损害,心血管事件,心血管死亡等有关系的 低压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,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半关闭不全 本来,在心脏舒张时,主动脉半是应该关闭的,这样血管里的血液就不会倒流回心脏 如果斑末有了病变,关闭不全,心脏舒张时血液就会倒流反流,血管里的血量就会减少,血压也会降低 所以,主动脉半关闭不全的患者容易低压低 老年人的半默会出现老化,医学上叫做退行性改变 其中主动脉半的改变比较多见,可以狭窄,也可以关闭不全 关闭不全时就会舒张压低压降低,舒张压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心脏来说,由于冠状动脉主要是在舒张其攻血 所以,一定的舒张压水平是保证冠状动脉攻血的条件 尤其是关心病患者,冠状动脉已经出现明显的狭窄 如果舒张压水平过低,就会加重心肌缺血 而对于其他组织器官,舒张压是保证持续攻血 灌注的条件,舒张压低了,也会攻血不足 舒张压低压过低的高血压,也给降压治疗带来了困难 因为没有哪种降压药是指降高压收缩压,不降低压舒张压的 只是一般降收缩压的幅度要大于降舒张压 这样的病人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,有点高不成,低不就 高血压患者低压低了,降压治疗怎么办? 首先,降压治疗时要兼顾低压舒张压水平 一般来说,降压治疗时,注意尽量不要把舒张压降到60mmHg以下 如果患者舒张压已经在40-50mmHg,那降收缩压时就要格外谨慎 要在严密观察舒张压水平的情况下谨慎用药 小剂量起始 如果病情许可,降低收缩压的标准可以有所放宽,不要求非要降到150mmHg或者160mmHg以下,控制在160mmHg左右即可 另外,在降压药的选择方面,可以选择降收缩压作用偏好些的药物 在一线降压药中,地瓶类钙节抗剂,塞禽类利尿剂都是降收缩压效果比较好的药物 单纯收缩其高血压的患者可以是病情选用地瓶类降压药钙节抗剂 我国应用最普遍的降压药,利尿剂,经典,基础,有效,价廉的降压药 常用的利尿降压药有哪些?我们应该怎么用?句号 当然,如果病人有严重的半磨病变,出现了新功能减退,那就要考虑手术介入治疗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